所以為什麼會離開那些地方 然後進入中國 但是它向世界各地 包括美國 為什麼他們不讓我們進去 幫他們修理它 所以我非常驚訝 美國總統川普日前在白宮舉行內閣會議 川普表示指出北京當局 在今年初終於簽署貿易協議 卻導致疫情爆發 中共難逃罪責 川普以中共的數據指責中共 既然能夠成功將疫情控制在武漢 不再其他省份爆發 為何將病毒從武漢泄露給全世界 川普對北京當局非常失望 白宮隨即發布 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戰略方針 係數中共與美國從1979年建交以來 如何欺騙國際社會 藉此壯大自己 還要將這樣的價值觀 傳播影響世界各國 報告指出 中共對全球的三大挑戰 經濟挑戰 價值挑戰 安全挑戰 在經濟方面 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長期以開發中國家的名義享受優惠條款 卻以舉國之力傾銷商品衝擊全球市場 以各種手段侵害知識產權 輸出假冒位列產品占全球63% 甚至用一帶一路的手段 將腐敗與不透明的建設傳播到全世界 價值挑戰方面 報告點名六大罪狀 以反貪腐清除政治對手 對律師與民運人士不當抓捕 控制少數民族與宗教團體 對信息的嚴格審查 對公民信用評分 拘留酷刑 虐待異議人士 而控制價值觀的國家機器 又隨著一帶一路將這樣的技術 分享給其他國家 在安全挑戰方面 以武力威脅世界各國 以及美國的許多盟友 包括台灣 而對世界各國的網路攻擊 也一再違背中方 從2015年開始答應的多項承諾 報告最後的結論 美國將以堅定清晰的立場 讓北京當局遵守 所有對國際社會的承諾 這份戰略報告強調 美國的戰略目標 並非以改變中國的治理方式為目的 最後中國是否會走向自由開放 只有中國人民能夠自己做出決定 新唐人演的電視 江紫陽編譯